美国三大股指其创新高之后 为何只顾六连涨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GoMarkets盘前解析 今天是2021年2月10日 星期三 我是GoMarkets分析师Coco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 昨天晚上美国市场的表现 在周一美国三大股指其创新高之后 投资者担忧 随着美国通胀接近2013年以来的高位 债势将有可能再威胁到美国的股市 美股昨天晚上机体离开 其中放开盘全线下跌 但区域区块链和大麻类股票表现卓越 能源板块跌超过2% 截止收盘标普500收跌0.11% 只顾六连涨 此前曾连续三日创下历史新高 道指也在7日里首次下跌 并跌落历史新高 纳指收报1407点 连涨4日并连续4日创下历史新高 首次突破14000点整数大关 金价方面 因美元走软 以及投资者既希望 美国将出台更多刺激经济的方案 黄金上涨 目前报价1838美元 为一周内的高位 油价方面 波伦特原油激货上涨 报61.1美元 希德克萨斯原油 每桶58.4美元 涨幅0.7% 连续第七个交易日上涨 触及13个月以来的高位 因投资者认为 欧派克将继续限制原油供应 以及期望燃料的需求将继续增加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OakMarket在线交易 首选券商